自从斐子一俯勇的身份被轴巷网讽在弄散一喜的秦衣之后 从此便有了秦国的雏形 轴巷网之所以能够讽斐子为俯勇 除了降上斐子一样骂又拱子外 轴巷网可能也有点自己的画画肠子在里面 因为轴巷自从轴巷网开始传到轴巷网这 已经传了一百多年 轴巷网也已经开始有点不太醒来 当年他显然自己讽得出活果 现在也慢慢开始不认轴巷自己死了 并且轴巷来自喜龙的威胁也变得非常严重 斐子他把大罗和那个沈猴 党年主要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替轴巷网 地狱来自喜龙的威胁 弄习那块地方本身就是喜龙人经常出没的地带 现在除了大罗之外 轴巷网又把斐子也告代了弄习 意图很明显 你妈一样的号 今天一线级很突出 给你粉块地方没有问题 让你独立门户也没有问题 但那块地方需要你自己开发 那块喜龙人也得你自己告定 虽然从此之后斐子有了秦衣 秦人也开始等上了理事舞台 但是斐子带领的秦人 生活的环境非常违线 很容易被喜龙人从理事上抹去 虽然我们之后看到的情况是 在战国时期 秦处演齐韩昭薇 这起个大力的惹祸朝铁 一天一个不对一个 心里边都不自在 但是在斐子那个时代 以及斐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秦人压根就没有机会 给总元祝活过郑天下 那块出演齐这三个 粉国最少爷一辈多年来 韩昭薇虽然还没有胆杆 但是韩昭薇的原型经过 党事也是相当当的 种元大果 但咱的秦部落 那会儿真是弱的有点可怜 别说跟处演齐金 这些种元祝活国大张来 就像个人家试一下 人家可能都不给机会 那会儿就一个喜荣 尤其是那个劝荣 把秦人告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取班睡觉都得操心的 外上就是像灶带 睡不像休闲都不行 得孝心 这把人是不是又过来呛东西来了 在斐子子侯 继承秦人部落 秦侯在为十年 秦巩伯在为三年 但是这两位秦部落首领在为期间 肯定也面不了呆着秦人 跟劝荣人干招 因为在弄行的一块地方 你不干劝荣 劝荣人就要干你 老秦人也很醒嘞 这活不大不行啊 在秦巩伯之后的秦部落首领 是秦巩伯的第二个儿子秦仲 秦仲继承秦部落首领理事后 走着了康巴斯肘立网 肘立网这个人是个国理事上 著名的包君 是个儿干子 房民子扣身于房船 就是走立网的兽下烧股 给走立网的敬高 本身劝荣人就已经恨不安分了 走立网又这么儿 劝荣人就直接就烙主颈干上来 然后生活在弄散一喜的人们群众就遭咬了 当时在弄散一喜 生活的人主要就是跟秦人同族的大裸部族 和由匪子的粉花出来 现在已经传到了秦中受伤的秦人部落 劝荣人的大烙主颈 但是他们之前大主床的寿度耗尽 也就是现在的心 劝荣人也没人笨死 但是他们欺负弄习地区的人民在行的恨 这样生活在弄习地区的秦人和秦人同族的大裸部族 就成了烙主假的炮毁 并且大裸部族让劝荣给灭了 秦人部落虽然没有被灭 但是党次出京坑那些想党违宪 好在秦人首领秦众用梦山瞻 秦人才没有被灭 在走立王子后 纪为走朝国军的是走选王 走选王这个人还比较厉害 他意识到了走朝这么正 迟早要玩 于是他正敦菌里告了一些盖阁托斯 并且把那些威胁走选自权威 逢年过节不给他送秃腿散的祖侯 统统给捶了一遍 走选王也意识到了在豪金的西边 走朝的西部地区 必须得有一只强大的菌斯力量 来抗起喜荣才行 要不然这话人太嚣张了 走选王总管弄喜地区 能跌活的也就秦人了 所以走选王就把秦众有附用的首领 升级为了走朝的答复 给秦众说 咱现在给你把管一省 公子在于给你一条 劝荣能死 能告定不 秦众跟走选王说 这次古迹有点悬 但我们闹秦人一定会经历的 走秦众就带着秦人给劝荣干 意思为了报价威果 而是要替同族的大陆部族包仇血痕 秦众报价威果惹血景深很饱慢 老秦众上的战场也是分离贫萨 但由于秦部落党实力不行 不禁秦人战败 秦众也血洒弄习 习惯在了战场上 秦众在位23年 似书上也没有太多关于他具体司机的记载 但相逼秦众是一个能力非常处众的领导 要不然轴选王也不会自往着他去平丁劝荣叛乱 秦众是第四代 也是第四位秦国均注 虽然秦众血洒弄习也没有告丁劝荣 但是秦众的自损叫解锅秦众的中人 继续带领老秦人 欲望之前完成报价威果 法战装搭秦国的中人